我们家里常常出现的废弃纸皮箱 除了丢弃或卖给旧货商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的用途呢 本地就有两个人赋予废弃的纸皮箱新生命 他们一个做成能够出现在画廊里的艺术品 另外一个将废弃的纸皮箱乔装打扮一番 变成儿童玩具 疫情期间 国人宅在家里能够做些什么呢 那这一期的玩物壮志 就带您看看废弃纸皮箱的变身季 复古玩物和有东南亚风格的摆设品 散落在家里各个角落 有几分逛博物馆的感觉 南屋主谢国强是个念旧的人 他不但保留并收集有纪念意义的怀旧摆设 他也利用废弃纸皮箱 创作出旧时新加坡的建筑模样 陈光设置队今天就来到谢国强家里 看看他坚持了多年的纸皮箱建筑爱好 这个是我小时候的家 我住了差不多12年 它是在block 48 48号 Lower Delta Road 这个block actually还在 but because after all the HDB upgrading 已经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这个60年代就存在的两房是祖屋 是谢国强花了两个多星期制作而成的 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我记得的东西我在那边做出来 如果我只是做这个屋子 它只是一个MD house而已 所以我就是要放一些Live进去 好像那些拜神的东西 把东西在墙壁在外面玩 谢国强是一名室内设计师 喜欢画图的他看到人们丢弃纸皮箱 决定变费为宝 让纸皮箱变身 我是想做一些比较3D的东西 你不只是可以看 你还可以进去里面看到 那个实际的东西 因为我也不想花太多钱 好像看到每次人家丢掉这些卡帽 好像很浪费 所以我就把这个好像没有用的东西 把它做成 something maybe valuable 于是谢国强将纸皮箱带回家 并从15年前开始了这个爱好 至今他做了大约八九个纸皮箱建筑 不少都送给了朋友 而这些作品则是他近年完成的 比如这个娘惹牌屋 还有这个60年代建立的 新加坡国家剧场 虽然在80年代被拆迁了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谢国强的作品中 感受国家剧场当时的风貌 谢国强在创作这些建筑和场景时 甚至不需要照片辅助 他从深迈脑海里的记忆库调取资料 然后用工具刀测量尺来制作完成 而这个未完成的旧石杂货店 也是他童年时常去的地方 他在制作过程当中 儿时的美好回忆一幕幕重现 新加坡不是说很多妈妈市场 甚至现在有的妈妈市场 它的东西都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是其实做回1970年 你所看到的 它卖的那些抹茶 雕作细节 强调原创 这些木板和产品商标 都是他一笔一笔画上去的 为了保持70年代杂货店的风格 他还故意将电线插头暴露在外 以及保留当时产品的包装 谢国强除了将废弃纸皮箱做成建筑外 他也做了一些新颖有趣的设计 比如新航空姐 牌匾 谢国强给予废弃纸皮箱新的生命 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发挥创意的舞台 谢国强的纸皮箱建筑备受青睐 有艺术画廊邀请他展出自己的创作 谢国强用纸皮箱重塑儿时的回忆 而本地的一名妇女则是用纸皮箱 为他的五个孙子制作大约100个玩具 当中就包括了小型洗衣机 洗车房等等 他透过这些自制玩具 传递了祖母给孙子满满的爱 一个用废弃纸皮箱和泡沫塑料建成的小房子 让小朋友们上演三只小猪的故事桥段 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除了能扮演三只小猪 也能够扮演家庭主妇洗衣服烫衣 还能成为帅气的飞机师和空服人员 其实这里是他们外婆的家 也是孩子们的玩具城堡 而这些玩具 都是外婆利用废弃物品 模拟实际物件制作出来的玩具 我开始制作玩具 为我长江的长江 当他年轻人年轻人 然后我发现那些关注的关注 当他们变得更长 他们的要求学习也不同 所以我设定要先制作玩具 来合适合学习的关注 也就是要关注的关注 除了玩具 那些关注的关注 基本上是在整个地方 很贵地玩 他们只会玩一会儿 之后就会把玩具 61岁的孙玉莲 在家帮忙照顾五个外孙 他希望通过这些玩具 让外孙少看电视 而多学习新事物 孙玉莲为了制作这些纸皮箱玩具 他浏览YouTube和使用应用程序 来精进自己的技术 在八年内 他制作的玩具有上百个 比如教导孩童 一种交通安全知识的停车场 教导洗车房运作的洗车场 让孙子展现戏剧才华的 不娥舞台等 在众多制作的玩具中 五个外孙最喜欢的是 洗衣机和飞机机舱的玩具 我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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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我最喜欢船船船船 因为我最喜欢船船船的 因为我生长了 我想成为船船 游玩 滚 跟筒筒和觸控面板 另外 孫玉蓮也教我們 怎麼製作英雄追踪遊戲盤 首先你拿一個箱 然後我去搜索 我去搜索 Marvel超級英雄 和標籤 我直接剪刀 之後我剪刀 然後把英雄放在一箱頭上 之後你用兩種冰淇淋 像這個樣子 組合起來 然後把箱頭放在底下 外婆的愛通過各種紙皮箱玩具 灌溉了這些小朋友的快樂童年 相信這些玩具將會是婆孫之間 最美好的回憶 剛看過了那麼多玩具和製作方式 看起來不太難 或許觀眾朋友 您可以趁著阻斷措施期間 在家裡同孩子或者是孫子們 動手製作 一起玩 增添生活樂趣